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课程是第十课 试试敏捷 我们怎么样在敏捷的环境中 可以交付一些成果 我们首先来看 当然就是在敏捷项目管理 我们进行的时候 会有一些活动或者一些事件 我们要去做的 第一个就是项目章程 项目章程在敏捷管理 他比较简洁的讲出来 就是说有这个项目章程的时候 可以让团队比较了解 这个项目为什么这么重要 团队往前进的方向到底是什么 还有项目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这是在敏捷管理 当然他是讲的说文件 没有像那个工作的软件这么重要 但并不是说你文件都不做 那项目章程呢 如果是在传统的那个 就是预测型的管理呢 他是非常重视的 他甚至是第一个过程 他们在PMI就是项目管理协会 他在第六版所定的 有49个过程里面 是第一个过程 因为他是第一个过程呢 他可以正式启动这个项目 而且赋予这个项目经理这个职权 可以来管理这个项目 但是在敏捷管理呢 有很大的不一样 敏捷方法里面 甚至很多敏捷方法都没有这个项目经理这一项 但没有关系 没有这个项目经理呢 并不表示说你连项目章程都不需要 那个项目章程呢 还是有他非常重要的 因为让这个团队能够认清楚 我们到底项目在做什么 如果是说项目的团队只是来上上班 把工作做完 就下班 今天做完 明天又同样时间来上班 又下班 这样子的话 他没有一个目标 没有一个总体的看见 当然就是不会那么有效率了 因为他不晓得就是说 我真正做的最终的目的是要交付这个成果 给这个最终的使用者或者是客户 让他们觉得真的是你在传达这个有价值的东西 做一个有价值的东西给客户 所以在敏捷章程呢 项目章程里面 我们在制作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问自己 到底是要怎么样去制作这个章程 我们就要问自己 这个项目章程主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呢 你必须把这个项目的远景规划出来 让这个团队的成员都能知道 我们在做的是一个很有意义的 对这个不管是我们的团队 敏捷团队或者是对最终的使用者客户 都是很棒的一个项目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谁会在从中受益 他会得到什么益处 可能就是说 这项目当然是有对内的有对外的 如果是你外面的是做这个项目是给那个客户的 当然就是说他们可能就是可以帮助他们改进这个工作的效率 或者是帮他们增加营收 对内部的你可能对其他部门开发什么功能等等 就是说我们要搞清楚这个项目它的相关方式是谁 最终受益者的是谁 那第三个我们也可以考虑的就是说 要哪些条件呢 才意味着项目的完成 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在说 这个时间到了或者经费用完了 我们就项目就做完了 但是你做完的时候 但是没有达成的目标嘛 所以有一些定义就是说 我完成项目里面 我交付哪些成果算是完成 这个叫完成的定义嘛 你要definition of done 就是说你这个做完了 是不是就是你把所有项目 应该完成了都完成了 有没有满足这个完成的定义 那第四个我们要 团队中要怎么样去合作 甚至跟这个产品的负责人啊 或者是跟最终的用户啊 怎么样产生个协助的关系啊 然后要预期这个工作流大概是怎样 生命周期是怎样一步一步的啊 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 这个项目的章程啊 给这个团队有一个呃 比较好的一个呃 工作的指标啊 呃 呃 引导哦 这个团队呢 呃 呃 去往这个目标去进行 然后达成这个项目的一个目的 呃 呃 当然是如果是说哦 你说这个敏捷 很多敏捷方法都已经没有这个项目经理了 好 那那敏捷经理 那传统的那个呃 比如说是项目经理在敏捷团队 或者敏捷这个框架下 或使用敏捷这个方法下 他怎么去调整这个角色 呃 我们在不同的章节有讲过 这个项目经理呢 必须做一个调整 从这个传统的预测型 如果是说你要使用呃 呃 敏捷式的管理 或者是 甚至是混合式的管理 包括是传统的预测型的管理 或者是呃 适应性的这个敏捷管理 如果这个有角色的转换的话 这个传统的项目经理 成为一个仆人式的领导 啊 像那个啊 scrum大师啊 或者是coach啊 教练啊 都是仆人式的领导 在这个方面呢 他就会促进啊 这个整个团队 来自定这个项目章程 而不是说啊 像传统的预测型的那个 项目经理呢 他可能就他自己定这个项目章程 或者是他跟这个项目的发起人 一起去自定这个项目章程 啊 让这个团队去遵守或是了解 因为传统的啊 项目的章程啊 用了预测型的呢 他会写的这个项目的目的啦 达成的目标是什么啦 要交付的成果是哪一些啊 甚至是说这个 嗯 比较高高风险的那个 嗯 大概是什么有 会产生影响这个项目的 进行的 他也必须说明啊 有可能的话 可能有时候粗略的一个预算 也会列在里面 还会列这些相关方 传统的项目呢 不是说 现在就不适用啊 很多像是预测型方法 对大型的工程啊 呃 或建筑啦 呃 都是 还在使用啊 而且是 呃 管理还是非常有效的啊 因为做这个大型的项目 也不可能就是说 像敏捷方式啊 完全是按照敏捷方式 只先看这个 呃 几周内 呃 的事情啊 我可以有足够的事情 我就先做这几件事情 在这几周内完成 然后 完成的时候 我们在下个迭代 再开始计划 大型的那个 呃 建筑啊 或者是 设施啊 可能没有办法 你说盖一个机场 你不能说 我只是 先把 呃 前面几个礼拜的事情安排好 他应该有这个整体的规划 所以有他的作用 呃 所以敏捷 呃 有他的优点 但是我们想到 他是 主要是当初 是为了是 这个管理软件的开发 哦 怎么样 呃 运用这个更 他在小的团队中 怎么样 呃 更有效率的 呃 带领个团队来开发这个软件 能够适应这个 市场环境的变化 所以他的 着重点呢 有点不一样 但是敏捷 有非常多的优点 那在那个 呃 传统的预测型的那个 项目管理 可以拿来使用 那 现在 敏捷呢 呃 因为他那个 适应性比较强 但是不是要全盘接收呢 也未必嘛 所以这个 用敏捷的时候 他很多 裁剪的工作 你必须要找到 合适你的 啊 这个 合适你这个项目团队的 嗯 或者是跟这个 呃 公司的那个组织的战略呢 比较吻合的 你看怎么去切入 运用他的优点啊 呃 甚至你可以配合 呃 又用不同的方式 混合这个 传统的 呃 预测型的管理 跟这个 敏捷式的管理 都可以混着用 好 那我们看看啊 呃 团队章程呢 在 呃 预测型的管理 也是 非常重视的 他有项目的 章程 团队的章程呢 主要是 嗯 规范 啊 这个 团队在进行这个项目的时候 呃 要怎么样去 呃 有一点 呃 规则 所以互相能够遵守 然后 对大家的工作方式 有一定的了解啊 能够产生配合 而不会产生 呃 什么误解啊 冲突啊 所以你先把规则定好呢 大家可以遵守 啊 那敏捷 也是一样 啊 虽然是说啊 这个 嗯 一些这个工作的 呃 软件啊 比这些文档要重要 但是 不是说 一再强调 不是说文档就完全不用啊 所以有该有的文档还是应该要有 就像这个团队章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档啊 那 你在制定这个团队这个章程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到一些因素啊 比如说是呃 这个团队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啊 呃 比如说是呃 你核心的工作时间啊 就是8点到5点还是说你有不同的时间大家比较弹性啊 呃 当然是这个敏捷他不鼓励你常常加班嘛 所以大概有一定的工作的时间 大家一致的时间 然后他要持续的开发速度啊 持续的开发速度呢 呃 速度的定义在敏捷这个软件开发呢 他主要是说你一个迭代或者一个是一个一周 你能够完成多少个故事点啊 是这样子的 那如果是说在其他行业你要运用这个敏捷的管理 就可能说你一个礼拜 或两个礼拜你要完成多少事项 好 或者多少组装多少东西 呃 零件啊 类似的 就是说嗯 团队的价值观 要一致嘛 不要说人家的 有些人的预期比较高 那是可以完成 假设 50个故事点 那另外一个 团队的另外一个成员说 哦大概只有30 那就差很多 所以大家要 有一致的 嗯 共识嘛 看见大概是说 哦根据我们的团队的能力 哦 大概可以完成多少 那第二点呢 就是工作的协议 比如说是就绪如何定义 啊 这个ready 啊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啊 把这个工作做完 然后交付给下一个 这什么是就绪 然后 什么是完成 完成如何定义 啊 这个如果是这个 这个项目 这个工作完成了 这完成的定义是怎样 那大家有一定的共识 哦 才能够 呃 一起协作嘛 不然说哦 你认为你的 做的编码已经完成了 你交付给测试 但是没有真正的 完成所有的 啊 该做的 你就交给测试 测试发现了 测试员发现了很多问题 那就是会产生一些冲突啊 而且不必要的误解 所以定义什么时候是就绪 什么时候是完成 也是非常重要 还有一个是基本的规则了 基本的规则呢 那常常就是说你在开会的时候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你开会 呃 大家发言的规定是怎样子啦 嗯 啊 你在发言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不能打断啊 类似这样子的一些规则嘛 啊 最后是一个还有整个团队的规范嘛 啊 整个团队的规范呢 就是说 啊 你如何对待会议的时间嘛 应该是 你来该来开会的时候 你就应该准时嘛 啊 不准时啊 不迟到不早退嘛 啊 类似这样子的 所以你整个团队 他就有一个共识啊 怎么去遵守 那对以后 这个团队在项目进行的时候 也减少摩擦 好 那下面来我们讲一个 一些事件啊 在Scrum里面他会讲什么回顾 他很重视这个回顾 啊 这也是在 嗯 Scrum里面强调的 因为回顾是一个很重要的实践 他强调说 不管你这个项目做的 在进行当中 不管做的好的 我做的不好的 总有一些你可以改进的啊 所以他回顾就是说 你透过回顾 你可以让团队来学习 改进啊 调整其过程 当然是有好的 你可以继续保持啊 想办法保持 那你有在过程当中啊 上个迭代当中 你有遇到什么困难 或者是说什么做的不好 你也可以趁这个回顾的时候 学习怎么样调整 那 很多团队使用迭代了 比如说我们在Scrum的时候 嗯 他两周 或者最多不超过四周 他做一个迭代 他称作这个冲刺 Sprint 所以他在 最后呢 会进行这个 掩饰跟 呃 呃 回顾 掩饰通常是在 Review Sprint Review 就是那个 充斥 呃 回顾 呃 充斥掩饰 好 跟那个 充斥回顾 Retrospective 啊 这这时候进行啊 那团队可以通过分配足够的时间 学习授益嘛 啊 当然是不论在项目中间你可以 做些回顾 或者说项目结束的时候 你做些回顾 哈 但是 一般就是在迭代结束之前 你进行下一个迭代的 啊 的之前呢 都会进行一个 回顾 当然就是有些团队在完成工作时 遇到困难 团队可以计划用足够的时间组织回顾 啊 然后呢 可以收集数据 处理数据 啊 在决定之后要尝试的实验做法 哈 以后我们也会讲到就是说 嗯 他怎么去测量 哈 在那个 呃 敏捷里面有一些测量的指标 他跟传统的项目管理的 他的测量指标可能不太一样 啊 比如说是燃镜图啊 燃气图等等 但是他又给你一个指标 看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哪些需要改进的哈 做些参考 啊 最后呢 我们就是要讲到这个回顾呢 并不是在责备 说哦 怪东怪西哦 不能怪人啊 为什么这个没有做好 而是呢 就是说 团类中呢 可以互相的看出来哪些需要改进的呢 啊 可以做一些 啊 等于是说一种改进的一种啊 激励吧 啊 像那个Scrumb的话 他就会想说哦 你至少你在这个回顾的时候 你至少可以找出一个小点啊 或者是什么 呃 一个可以改进的 这个方法 在运用下一个迭代中 甚至你可以 啊 加进这个下一个迭代的那个 呃 充斥的代办事项里面 啊 好 下面讲了一个就是代办事项列表的编制 啊 像传统的呃 项目管理的话 他当然是说 嗯 每一个项目下面 他就给你分解 分解成不同的 呃 透过那个呃 工作的分解图嘛 啊 可以很多分分解成很多的 四项啊 代办的那个工作列表 啊 那在这个敏捷管理呢 他主要的是代办事项 呃 代办事项呢 就是说他只有一个啊 如果是只有一个啊 项目 他的那个叫做 Parta Owner 就是呃 产品的负责人呢 他只负责一个代办事项的列表 这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 因为在传统项目管理的时候 如果是呃 今天你有这个要求 明天有那个要求 所以 若是说对这个项目的范围有更改的话 他要通过那个啊 呃 就是变更管理 Change Management 啊 变更管理来处理嘛 啊 避免这个啊 这个项目的范围呢 这个项目的范围呢 偏离 但是这个项目的代办事项 如果在敏捷的管理的话 大部分是由那个成品的负责人 他负责了 所以他来按照他来决定啊 要交付哪些啊 有价值的啊 可以交付的成果给客人呢 按照优先次序他来排列 他一般是以故事的形式呈现给团队 这边讲故事呢 如果是说你不是学这个软件开发 或者是你的工作不是软件开发 但你要用这个呃 敏捷管理的 就想象成呃 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要求啊 或者是说项目的一个 他的要求有哪些 嗯 在敏捷管理呢 常常也是故事的形式啊 来描述给这个团队 因为这个呃 开发团队可能对客户的那个行业 不是那么熟嘛 所以有时候呃 啊沟通上如果是呃 有些产生误解的话 用这个以故事的形式 比如说是以某某人 他希望看到什么功能 啊最后产生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把这以故事来描述的话 那客户比较能够清楚 双方比较不会产生那个误解 但是在工作开始之前 敏捷的他不是说你 并不是要很详细的 把所有要做的事情啊 都有个把他的故事 呃都藐视出来 他只是说你在前面几个礼拜 哦 你有足够的故事 你有呃 很优先的 你必须先做的 你有足够的事项 你就可以开始 呃 啊传统的那个项目管理呢 就是会想写很详尽的计划 那个详尽的计划 可能就花个几个礼拜 或更大的 那个项目呢 可能就花了啊 啊 几个乐器写的都有啊 所以 敏捷强调就是说 嗯 你有足够的啊 啊 工作啊 呃 代办事项你可以抽取的 可以进行的时候 你就尽快就进行 好 在进行当中呢 呃 你在迭代结束的时候 你可以交付一些成果 然后你在为下面 呃 一个迭代 来进行规划 所以他在做的时候 他也可以调整嘛 呃 调整 所以他比较有展现适应性 那传统的项目管理的话 你就比较局限了 正常一个改变 都是要经过变更的管理 呃 没有那么有弹性 那产品负责的呢 在这边呢 就可以制作一个 呃 产品的路线图 在刚开始的时候 这就是 就是告诉这个整个团队 我这产品从开始到结束 你可以预期的 我们这个最终的产品 是怎样 你可以 呃 想象就是说 我们最终的 我们的目标是这样子 这样呢 就可以显示 我们可以预期的 可交付的成果 呃 而且他的优先次序 如果是 呃 产品的负责人呢 他也可以告诉大家 按照 他的理解 他跟客户之间的 呃 交通 沟通的结果 啊 定定哪些是比较优先的 所以 产品呢 负责人呢 他也可以根据团队的实际成果 啊 比如说上个迭代 呃 进行的情形 来重新规划这个 呃 产品的路线图 下面一个就是讲到 代办事项列表的细化 啊 所以这个 刚刚我们讲了 就是说 项目一开始进行的时候 也许很多都不是太明确嘛 嗯 嗯 刚开始的时候 啊 团队只要有足够的 事项抽取 进来 在每一个迭代中进行的话 特别是前面一两个迭代 有足够的事项进行的时候 他在进行当中的时候 就可以把有些 嗯 比如不明确的 代办事项的 里面 列表里面的 呃 这个事项呢 能够 比较清楚 啊 他可以 透过这个 呃 产品的负责人跟团队之间呢 呃 更多的合作 协作的话 呃 了解这个 故事跟故事之间的关系 而且当初描述的时候 可能有些故事比较大 哦 比较大了 那 团队之间也没有办法做准确的估计 所以把它细化呢 细分以后 呃 这个对 呃 团队的执行呢 会更有帮助 那 这个细化过程呢 应该有多长的时间呢 呃 没有 有一定的共事啊 呃 当然就说很多 像框架 敏捷框架 像scram里面有谈到 应该要细化 但是他也没有定出这个时间呢 和 timebox到底是 多长的时间 但是 呃 不管什么方法都有这个 呃 看见就是说 必须要有一个细化的过程 那 那 基于流程的敏捷的 呃 即使细化呢 那 那有可能就是说 呃 呃 呃 他会将一张卡片 哦 从代办事项列表出 拿出来讨论 当然 这是讲卡片 就是说 他把这个故事呢 呃 写在一张卡片里面 所以他代办事项呢 就是说 有一个列表嘛 从上到下排列 哦 有些有些人用 呃 等于是比较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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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就是基于 呃 迭代的敏捷管理呢 在两周迭代中 可以用一小时和时间盒来讨论 当然 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也是没有说是有共识的 那你来 花点时间 来讨论 这个 故事呢 是不是合理 哦 是不是应该细化 哦 应该怎么细化 这个来讨论 也是非常有必要 哦 第三个就是基于迭代的敏捷团队呢 呃 多次细化讨论 团队可以在陌生的产品 哦 产品领域或任何问题 使用这个技巧 就是说 你 有些特别是新做的产品 或者新开发的软件 以前没有这个经验的话 那 很多 时候 你可能 呃 当初你估计这个故事 的时候 或者你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 呃 很多事情没有考虑那么清楚 所以你透过代办事项的 那个列表的细化呢 可以更清楚 哦 把每一个的要求都掌握得很清楚 哦 下面一个事件呢 就在SCRUM里面有讲到就是每日的站会 每日的站会呢 就是 你看了站会嘛 就是站直的开的会就不会太久 哦 他一般就是15分钟 以内 哦 那 在敏捷的管理当中呢 哦 因为他是自主 自己自我组织的嘛 哦 所以敏捷开发团队呢 他 自己来组织哦 他决定 每天 什么时候 什么地点 他自己来开会 所以是由这个 敏捷团队里面的开发人员 他自己决定的 那他主要是回答三个问题 哈 这常常也是考试中也是会 呃 考的一些考题的哈 比如说是 呃 上次站会 在这个站会之前 我做了些什么东西 哈 那我从 这个 呃 今天到 这个站会 呃 结束到这个 今天结束 啊 我计划完成什么 我今天计划完成什么 然后我现在碰到的障碍是什么 啊 就是说 我昨天做了什么 今天要做什么 然后我遇到的障碍是什么 每个人回答这个三个问题 当然就是说呃 呃 你若是没有什么要讲的 他也没有规定说 嗯 每个人都要发言哈 哈 但是鼓励 呃 大家都参与嘛 把大家的事情都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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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站会呢 就是说 他主要的是告诉他 现在 呃 的情况是怎样 啊 状况是如何 然后 啊 碰到哪些问题 但是他不是在 这个站会中解决问题 那 如果呢 就是说 你碰到问题 需要 另外时间 来解决 哦 开会 那你可以另外安排这个时间呢 哦 去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啊 就没有这个必要 啊 所以这个是每次站会的一个 目的 下面就是一个展示或评审 啊 呃 评审就是那个Sprint Review 啊 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展示就是Demo 一般这跟 Demo跟那个评审呢 就是展示跟评审呢 连在一起 就是说在评审的时候呢 你有 项目团队呢 他可以展示这个功能 呃 给这个 呃 产品的负责呢 呃 甚至你可以邀请这个最终使用客户 好 来看 呃 看看他是不是 呃 这个团队做的 要交付的成果 是不是要客人要的 那有时候这个理解错误啊 可以尽时更正嘛 就是的话 那个项目的那个产品负责人 他可以代表那个客户呢 接受啊 如果不合的话 他可以拒绝 所以在迭代的呃 嗯 允捷项目管理呢 呃 所以是在 项目结束之后 都是会展示的哈 这样才能确定得到 呃 及时的回馈嘛 如果是做这个迭代做的 要交付的都做不对的话 你继续做的话 可能更偏离嘛 浪费时间 所以这个有对这个 这个团队得到及时的反馈 是非常重要的哈 嗯 那 一般呢 指导方证就是说 越频繁的 你做这个展示跟呃 评审的话 是会比较好哈 所以最好是有两周做一次展示 这比较恰当 那你拖到越长哈 比如说是三四个礼拜 你再去做展示的话 那可能 你发现呃 错误的时候 或者是不是客人要的功能的时候 或理解有错误的时候 要更改的话 你花比较多的时间 浪费比较多的时间嘛 所以这个 刚才就强调了 就说 呃 呃 这个 频繁的展示跟呃 评审呢 是 呃 敏捷管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事件啊 呃 就是说你这样子 呃 经过展示的时候呢 呃 那 你可以得到反馈 啊 然后呢 客户的反馈呢 可以 确认啊 你这个 呃 继续要 在下一个迪待做的 是不是在正确的道路上 啊 好 下面我们要讲的就是 几个比较 专 专 专有 专有的那个 呃 呃 执行实践 在那个软件开发里面 当然 也就是说我 呃 不做软件开发 我只做一些 开发一些 呃 高科技的硬体啦 或者说我做些 呃 教育的工作啦 呃 想用敏捷式的管理来管理我这个 呃 教学的产品啊 等等 这也是可以的嘛 啊 只是说 呃 我们如果是说 不是做软件的 开发的 可能有时候很难理解 啊 不太理解它的名词 到底讲什么 在这边呢 我们不必说太深入去 啊 啊 了解就是说 呃 每一个的细项 啊 他这个方法的细项 他讲什么 啊 我们对整体呢 他想要达到的一个 目的是什么 哦 他当初的思维构思是怎样 有个清楚的认识呢 我们可以 用同样的思维 啊 来帮助我们 做敏捷的管理 虽然我们可能现在 不是做软件开发 或者做一个 高科技的产品 也可以运用这些敏捷的思维 来去帮助我们 第一个就是持续的集成 持续的集成呢 就是说 呃 在 特别是在软件开发的时候 你几个 呃 组件 呃 某版 你可能 呃 都完成了 但是集成这个时候 呃 功能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 他有些地方不工作 啊 可能你呃 呃 做单元测试的时候 呃 每一个都工作了 但是你集成在一起的时候 就不工作 有些地方不工作 啊 当然做单元测试的时候 unit testing的时候 可以及早发现问题嘛 但是说你集成呃 呃 测试的时候 呃 可能就是 问题会发现 呃 呃 在你做单元测试的时候 没有发现的 而且是 单元测试的成本比较低嘛 你在做呃 集成测试的时候 可能就是说成本会比较高嘛 啊 那你在最上层那个端 对端的时候 end to end 那个testing的话 他成本更高 一旦你找出问题的话 要更增的话 所以你就是说 集成呢 他们鼓励你不管是什么方法呢 特别是XP 呃 我们会在那个 极限编程的时候 也讲到 他们鼓励就是 很频繁的啊 做这个集成 呃 持续的集成啊 做这些测试呢 尽早找出问题 嗯 那第二个就是说 在不同层面上测试了 哦 那 端对端的信息的使用 那个系统级的测试 但是他的成本会比较高 刚才讲的 那对构建快 使用单元测试 啊 构建快 嗯 单元测试 它可以最小的 可以测试的单位嘛 所以你尽早做测试 尽早找问题 以后在集成的时候 当然是 呃 可以避免比较多的问题 啊 嗯 聊 就是说 两者之间 刚才就说 端对端可能是 最上层的 集成 是在中间嘛 所以 呃 单元测 测试是在最下面 整个最基本的 中间的他就说 你要不要 做一些集成测试嘛 是当然是有必要的 齁 但是你要在什么地方 做集成测试 嗯 这些都是要考虑的吧 所以你可以考虑 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 做测试 所以 呃 在这个 如果是说 不是在软件开发的时候 那你有几个测试点 啊 你不是说 呃 当你开发一件 硬体好了 呃 做一些 比如说是 呃 物联网的硬体 你从设计 啊 到 呃 组装啊 到你最后那个 测试 等等 呃 你不不需要等到说 每一步 都完成以后 最后再测试嘛 啊 可能在中间的时候 你把不同的零件 组装下来 你也会再做测试嘛 虽然说每个零件 好像都是工作 但是你组装起来 呃 你也没有工作 啊 有时候也是会碰到问题嘛 啊 呃 所以这些的话 你就要在不同层面上测试 我们必须思考的 所以这不单是说 做软件开发呢 任何的 嗯 你做产品开发 啊 你都可以用这种思维去考虑 那第三个就是 验收测试驱动开发 是 acceptance test driven development 叫ATDD 啊 这些也都是从 test driven development 过来的 啊 衍生过来的 那主要的是 他整个团队 他 不单是 啊 软件开发人员 比如说是 test driven development TDD 原来就是说 啊 软件开发人员 先写测试的啊 一些呃 程序 呃 待会我们会讲 然后编写那个测试的程序以后 然后再开发这个编码 哦 写这个程序 最后再做进行测试 所以他跟我们啊 就是一些传统的那个软件的开发的程序 有点不一样嘛 哦 软件 传统的软件开发是 编码写 测 设计好了 然后写编码 编码完了 你再去测试 测试通过了 你才交付产品 这个呢 就 呃 test driven的呢 就是说 你先写测试的 那你编码还没有写完的时候 你测试一定是不通过的嘛 一定会失败的 然后你再开发你的编码以后 哦 他就会通过测试 他当初的考虑呢 就是说 哎 你先写测试呢 并不是说你先写一个测试 的程序 或者是一个方法就可以了 哈 因为你必须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先去了解 特别是比如说是ATDD 你验收测试 一般是你集合的这个 嗯 软件开发人员 测试人员 还有客户嘛 最终使用的客户 他们会聚集在一起讨论 这个验收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嗯 然后呢 团队在创建测试呢 呃 但是ATDD他没有一定这么要求 你也可以就是说文件室的描述 因为是客户他的要求 嗯 什么是我可以做达到我验手的标准吗 这个的发展从那个TDD过来的话是 让呃 呃 客户呢 更能够加入啊 这个呃 团队的讨论哈 不单是说这个开发团队他自己写一个测试 测试这个功能啊 是符合的达到验收的标准 而是让这个客户因为他最终使用的嘛 按照他的需求啊 这是需求导向的 看了有没有他满足他的需求 而不单是只是功能 如果是说哦 他的需求用语言 用平白的语言 就是说 平铺的语言 比如说是我们用中文 或者是你用英文 讲出来 描述出来 而不是用那个技术的那个语言 描述来的是吧 比较沟通比较能够知道 这个客户的需求是什么 所以一般是验收测试驱动开发呢 是以客户做导向 但是整个团队 包括测试人员开发人员 都会跟这个客户一起做讨论 好 TDD呢 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测试驱动开发 所以BDD跟ATDD都是从这个TDD 刚才讲的 就是说 在编写创建产品之前 先写自动化的测试 这个是那个TDD 测试驱动开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步骤 他跟那个就是传统开发软件 然后最后做测试的 有一个次序上有点很大的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之前呢 不单是说你只是编写这个测试程式 你必须对这个客户的要求 你必须有了解 所以 他是有一个了解 客户这个需要的过程 然后再编写这个测试的这个程序 然后再编码 最后再测试 这样子呢 就是说可以防范 产品错误嘛 你开始就了解 你确定 这是这样子做才会通过客户的要求 所以你当你刚开始就写把客户的要求清楚 然后写这个测试的这个程序的时候 那一旦你开发在进行测试的时候 你很快就找出问题 那BDD呢就是Behavioral Driven Development 就是行为驱动开发 更是站在那个使用者的角色 他来执行的 所以他更是用平白的这个语言呢 让双发的人更理解 客户他所需要的需求是什么 能够更明白的表示出来 那最后一个就是试探 Spikes Spikes呢就是说 对这个你学习那个新的东西 特别是你没有做过的 他会很有帮助啊 可以用来说像评估啊 验收标准定义啊 以及通过产品了解用户行为的流程中使用 那好比说有一个项目里面的某一个部分 你不太了解啊 因为以前没有做过 整个团队没有做过 你认为做也可以做 但是你可以用个时间盒 比如说短的时间盒 三天五天 你在迭代之前呢 你可以做一个测试 花点时间看看这个可不可行 如果可行的话 继续规划进行 如果这个想法或这个解决方案根本不通的话 经过这个Spike 就是试探以后的过程中 你可以就决定不会采取这个方案 所以这个是帮助这个团队呢 交付这个价值的有些实现 在软件开发的时候 可以使用 但是就算是在软件开发 他也不是用每 都需要用每一个 这个方法 这个时间 然后对于 你不是软件开发的民间团队 你也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 他们的思维是怎样 哪一个点 对我们是有帮助吗 比如说是试探 Spike 也不见得是说 你要软件开发才能够使用 比如说是有一个 开发一个新的硬体 在那个 比如说是物联网里面 那你可以考虑到 这个方式我们以前都没有用过 是一个新的方法 那我们怎么去做一个小的试探 看看这个可不可行 避免就是说你投入很多的时间精力 计划了好几个迭代 已经计划好了 但是根本行不通了 这是对整个团队的进行 这个项目的时候会很有帮助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到这个迭代和增量 如何帮助交付工作产品 迭代跟增量 那是两个这个在敏捷管理呢 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因为迭代可以帮助团队交付和多种反馈创建的一个节奏 如果是像传统的项目管理 当然是它有它的价值存在 但如果对这个变化性很高的 不确定性很高的 这种软件开发或高科技产品 它可能时间拖的太长 你才能够得到一些反馈啊 或者做些调整啊 比较没有那么及时的反馈或做调整啊 会对这个项目的进行呢 不太顺畅啊 特别是这个软件开发 所以你比那个传统的那个项目的周期呢 你把它划分比较细向的迭代呢 比较短的 比如说两周到四周之间 那你就可以在迭代中 你可以做一些小的交付成果 然后你可以得到很多的反馈 这样可以建立一个很好的节奏 就是说每两个礼拜 我都有一些东西我可以交付 所以团队呢 可以为交付反馈呢 创建这个增量 那个增量呢 在SCRUM里面他就讲说 你可以交付的一些成果 经过验证过的 满足这个完成的定义的 你都可以叫他做增量 当然增量是要透过这个产品的负责人 他决定是不是要发布等等 那交付的第一部分 当然是你可以透过演示 就是刚才讲的demo 你可以先展示给客户看 或者是产品的负责人看 那当然就是说 产品的负责人 他代表那个客户 或者是客户直接给你反馈 他可以说 这个看起来这个运行的方式啊 这个软件的功能啊 或者外观啊 是不是符合他的需要吗 他给你反馈 那团队的成员可以透过这个 他们的反馈呢 进行有必要的调整 才会让这个项目很顺利的继续进行嘛 成功 不会说哦 做了一半 哎 客户说啊 你做的不是我完全想象的啊 说是我想要达到的目标 那就比较麻烦 所以演示或评审呢 是敏捷项目流程必要的主持 成部分 所以我们必须要为那个团队呢 安排适当的演示 当然就是如果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记得的话 演示完了以后 像项目的那个产品负责呢 可以决定 这个是通过的 还是他拒绝接受的 然后 所以我们知道哈 如果是 回顾一下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说 你必须要有一些 当然是在项目进行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些这个项目的章程 知道大家 在做这个项目的目标是什么 最后要交付的成果是什么 还有一些团队的一些章程 告诉这个团队必须要遵守的一些规则 然后在进行当中的话 必须要有一些每次的站会啦 大概团队之间互相了解 项目的进行怎样 还有一些评审展示的工作 在这个迭代快结束的时候 最后呢 你还有一些回顾 比如说是哪些我可以改进的 好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